各位網民朋友好,又是我Candy雷文 跟大家研究一下12月9日的快末谷賽事 國際騎士錦標賽日 都不講這些什麼錦標賽 先講第一場,未看片之前可以給手指公按讚鼓勵一下 各位想支持雷文繼續為大家提供實用的賽馬資訊 各位都知道怎樣去支持雷文 可以了解一下產品,讓他播放一下 片看長一點,是一個實質行動 可以加入小弟的Youtube會員月費計劃 遲些報名完機就會向會員發放 我想過多幾次賽事就會有 另外,可以實質行動支持雷文 不講那麼多,就講第一場 第一場是五班1650 讀了去看了所有片,什麼神粗,啟哩咯拉跑法 這場馬全部都有王牌 全部都有後備保護權 分秒必真 再加上那些不夠20分的馬 就應該有鬥志 本來這隻喜氣綿綿 上次我拼他,回來最後那一部 給阿丁冠豪那隻一路頂二碟 爆不到進來 跑過第五,跑過第五輸很少 連那隻西夏之王,我拼他幾十倍 他都不知道跑第六左右 都很懶 但是今天呢,撿了個這樣的檔 以及我倒了下去之後 這場都幾多快馬 但是他上一場呢,步速都不算慢 放到回來,他還是有得頂一下 但是今天十一檔,就要放下他 再加上大家一看到這場賽事 有些馬阿Layman跟開的 熟阿Layman的朋友 都猜到的了 先講了那些轉路程的馬 有隻表表馬上貴在這個路程 88倍阿Layman中過一次 接著呢,就一路都不行 轉了丁冠豪 上場跑場泥地 根本就不適合他這麼短的路程 除非你說轉馬房變了第二隻馬 今天走回來呢 他曾經爆進來就是這一程 因為我見他有一次 沙田千六,萬步速放得不錯 跑第八 下次呢,我拼他萬步速放進來 他真的放進來 88倍 接著呢,就最多跑第四 今季跑完第四 再出不太好之後呢 就轉了馬房 但是 他又沒有什麼問題 我看看他這場為什麼退出 是因為轉馬房退出的 對了,轉馬房退出 即是不是健康問題 我記得了 今天才是他的路程來的 他就收拾過這樣的檔 他就試了貨集 一早就已經在前面 對他 回來就力藥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他千六馬來計 你試過那些短途 就這樣對他回來 力藥都很合理的 另外還有一隻 就開心歡呼 強制試集 因為大敗 試過貨集呢 我覺得試得都OK的 即是我不給他意見 又不可以好又不可以差 表表馬不可以好 至於那隻金剛獸 今季的Layman 都買過他一次 他今天又轉配備 今季那幾場 完全沒有速度 這次跑之前 就去試了一個CP 那貨集回來 回來都猶有餘勁 不過 1200的集猶有餘勁 1600又如何呢 這隻馬我記得 他還沒跑過1600的 幾多貴的事 三貴沒試過跑1400 沒試過一次1400 那次1400 我先看看 我都忘記了這場 如果要爆進來都沒辦法 今天鄭俊偉有很多馬 好像給了黎海榮一樣 人馬合拍的馬 先說了 幸運精選 上場的步速 叫做慢慢的 沒有什麼馬 他就放進來 周俊樂情郎拍檔都放在前面 那隻電術電路1號 慢步速 走了後面 雷文都經常疾過一場馬 都明白了 另外 爪王烈焰 人馬合拍 余木春風 上次被人阻 人馬合拍 我當他 因為他之前 賀明年騎過 未轉馬放 梁家俊 有一次有意外 跪了一跪 都後追 上次放到最後兩三步 才沒有 我都當他人馬合拍 這裡有四隻 轉了配備有穩定的 爪王烈焰 撇除了當位 班數 他是穩定的 余木春風 這次又除了那些配備 除了那些配備 他之前試過這個配備是可以的 變成換配備的馬 都有幾隻 有東方雷 高能量 余木春風 喜氣綿綿 金剛獸 我覺得今場有馬會走的 可能有軍炮 幸運精選 表表馬 試集表馬都快 東方雷 不知道 上次撿過內蕩 選他 今天外蕩 莫雷拉 不知道拉叔 會不會克服外蕩 那些外蕩 開心歡呼 試集又快 一向都是放在前些 喜氣綿綿 試過有一次跪了之後 他可以後追 今天撿過這麼差的檔位 不知道蘇寶羅 會放在他前面 一定是試一下後追 這隻不太肯定了 金剛獸 試集都快 撻得住那隻 泥地1650 快的縱線積幅 我覺得他也有可能 也不肯定 數起來也有四五隻 有四五隻會快 選馬 我也是選一些機動的馬 首先我選了這隻 爪王烈焰 上次雷文士前 拉芙 就中了那隻 旺旺寶區 我就是在這一場 看到的 明德之聲 再出都可以 百寶袋 宿程 只要贏 還要瘋狂落飛 但是轉了路程 不能這樣算 轉了路程 贏 你又拿個1600去算 就不太合 數 爪王烈焰 跟他自己 堅尼地都在 我也說虧部速 史卓鋒 騎得很老 旺旺寶區 被人頂去前面 向前岸 昨天改過跑法 跑過第四 還是第五 就不記得了 看看這隻馬 這隻 爪王烈焰 怎樣虧了 萬步速之後 是怎樣追 那隻旺旺寶區 為什麼被人頂去外面 那天就一擊即中 梁家俊 看看這隻 堅尼地 人家在這裏上去 他就不斷在這裏 人家慢步速 你還在這裏 我都不懂 說 沒辦法 打馬鳥 自己打 馬要靠他們騎 那你拿這隻 明德之星 來做一個指標 那你就看到那些 旺旺寶區 爪王烈焰 堅尼地 這些 跑得不錯 跑得不錯 然後 第二位 那隻明德之星 在這路程中 很長 一騎下去 就摘出來 那些堅尼地 本來在他前面 兩個馬位 看看 一會兒轉完 然後堅尼地 動手 又怎樣呢 黃黃寶區 被人頂去外面 那隻 爪王烈焰 還在黃黃寶區 那些堅尼地 亏了萬步速 追上來 那這隻 我覺得是跑得笨 爪王烈焰 就蝕了 然後 明德之星 夠聰明 因為一早就走出去 拿萬步速 踩油 那 旺旺寶區 是被人頂出去 那隻 明德之星 硬他出去 那下次 保重 那隻旺旺寶區 這裏明德之星 麻煩了 頂了你出去 那你就蝕了 蝕了 這裏不見了 爪王烈焰 趴著他一齊 那隻堅尼地 還在裡面 塞 打下去 遊遊行行行 那這隻 爪王烈焰 撲得很厲害 那你如果拿這隻 和明德之星 去比 這隻爪王烈焰 是衝得很好的 這三隻都看完了 今天堅尼地 大家都記得 我選了堅尼地幾次 前一場 蝕萬步速 季初那場 史卓鋒 騎到一半 跪了一下 跪了一下 就放在前面 好像衝了六七八米回來 就捱過第三 我覺得他三場都是浪費機會的 這隻堅尼地 但是這次的賽職上 就好像那隻爪王烈焰的 檔位 和人馬合拍度 騎士不用擔心 騎慣國能 騎慣騎熟 變成兩隻我都要的 暫時就不簡單 因為我覺得這場有機會 有機會剷進來的馬不少 這場 四連環四重採腳 那些很多 我先選了爪王烈焰八號 上場剛才都看到的那條片 你拍著明德之星 那些黃黃寶區 裡面的堅尼地 你拿著明德之星做一個指標 大家衝刺力差不多 不過他的位置在他後面 大家一起加速 他追不到他 但是他沒有被明德之星扔掉 還有些逼貼 不過這個馬房是認真弱勢的 好像團結一致 昨天本來很有機會 是剷進來的 最後那一部也要被翡翠綠刀了 他不是一次的了 幾次都是這樣的 這個馬房 是那隻正本洪森 就贏了 我先選了這隻八仙 第二隻選了四 三場都浪費了機會 我這場馬 也是覺得 剛才也說了 有這麼多快馬 應該是快的馬 變了 就選了一些守住位 有得擠的馬 堅尼地 一直都是有得擠的 爪王烈焰 剛才也看到的 如果堅尼地 如果他拍著明德之星一起推進的話 那邊打得狠一點 我想不是這樣的成績 以他貴初 和再對上那一場的經驗 八四都獲得了 第三隻 我想和大家看看 這隻信心滿滿 潘頓如何發揮這隻信心滿滿 這隻馬 就貴初選到現在 我第一次選他的時候 四十五倍 第二次選他又四十五倍 兩次都被人阻到飛起 第一次好像不是 第二次十六倍 又是被人阻到的 上次初次真情 十一檔 但是今天的條件都不好 都是狗檔的 一樣是這麼差的 潘頓肯再騎 兩次被人阻到 上次試了一局 看看這隻人 今天能否克服到狗檔 潘頓肯不肯去攝毀 以及早段拿位 拿成點 又是明德之星做指標 這一場其實 這場的報速 叫做OK 他其實是中間 曾經檢查過一下 他又不是虧報速 又不是賺報速 不過扔了很愛 還有騎回來的時候 看看潘頓是怎樣騎 就是好像 隨便騎遠 試一試過路程 收工 這裏一組 又不想拿位 又不是很積極 外面就外面 接著 放進去 又三疊就三疊 這裏一組 步速不慢 跟到這裏 其實這裏的步速不慢 他跟到這裏 其實這裏的速度 他也不用擔心 因為千二 一向都是有些速度 要咬個好位 根本不難 現在是三疊 接著 一會兒會檢查一下 三疊 三疊 這樣 這裏就推上來 然後突然檢查一下 然後突然檢查一下 流一流 流一流 然後 好像又差不多了 好了 這裏檢查一下 下了一點 都不是很大影響 因為還未扔彎 即是還未扔彎 還未扔到那些緊要關頭 讓他再咬個布穩 但是看看他一會兒扔到多外 跟潘頓搏殺的走位 騎法 是不是這麼像潘頓呢 這裏開始就踩 踩了 踩一點點 扔到他最外 繞到這裏 活力爆發一樣 是不行的 繞到這麼外 這裏輕輕的被人打開 拍兩邊就收工了 又要轉左邊 一邊 轉左邊 拿著天線出來 聽聽電話 不停地勾多一邊 那這隻馬其實還有得上 今天如果放好一點 沒斷騎好一點 我覺得會有資格接近 不過你說九檔 你有沒有信心呢 看潘頓怎麼發揮 我覺得 上場 基本上都可以不看他 你這樣騎 就是 右手撩一邊 左手就轉左邊 那條片向天空 不知道做什麼 然後拍一邊 那隻馬自己擁 兜竊了這麼多腳情 今天如果不兜竊了這麼多腳情 再加上那裏 曾經檢查過一下 你看一下前面 如果真的有四五隻馬走的 那他九檔有些速度 要攝二疊 我想潘頓做得到 看看他做不做 我相信這隻馬也不會太佛味 因為有那些幸運紀錄 那些什麼東方雷 還有一隻馬上 爪王烈焰 上次那隻余木春風 都被人阻礙 不看那條片 都阻礙得挺厲害的 對了 選了這一隻 信心滿滿 因為有些班底 下到這一程 試了一次 希望他這次不用再試 那麼多東西 另外我也愛一隻軍炮 其實這隻軍炮上場 今季兩場步速慢 有些棄枝枝座座 跑得差 上場就剷了第三 其實這些路程 就是千四 那些路程才適合他跑的 他有些班底 我還愛這一隻 我愛這一場的個人心水 8 4 2 1 至於那些幸運精選 余木春風 如果有快步速 我都不敢抹殺他 追倒上來 上次被人阻礙了下去 但是有些金剛獸 那些真的看得不通 還有那隻喜氣綿綿 如果真的搭上深水 縮著衝 我覺得他有機會 但是呢 不知道蘇寶羅 會不會又放回前面 現在這隻馬21分 都頗危險 不過我不是頗擔心這隻馬 擺明我都說他是進步了 上次十幾倍 放不到進來 如果今天沒什麼快馬 就選硬他 十幾檔都不怕 但是今天也有不少快馬 最多是放在四連環四重彩腳 我就選了四隻 跟大家參考 因為那些四連環四重彩腳 其實有些馬 我自己也有些想搏 好像高能量那些 其實呢 上一場我看他的片 由頭剷到尾 回來剷得很辛苦 那隻馬 其實他又不是說 撲了一點點 然後就退了 不是短途馬來的 今天又回來 這些路程 暫時我覺得他可能 都沒有了 前速不夠 所以都不看他 愛了二 不是 八四 二一 東方雷那些 不知道他會怎麼跑 所以我覺得四連環四重彩腳 有很多 你說金剛獸那些 我覺得是搏得過的 想搏大霧 可以搏一下金剛獸 魚木春風 但是信心就談不上 這一堆腳 這一堆腳 就要對著那些軍炮 信心滿滿 幸運精選 這些真真正正真 是下來了 無奈 甚至乎表表馬 那些都是 季初還跑第四 所以就這樣選擇 守住位置追的馬 八四二一 都符合這個條件 希望各位贏多些 繼續支持 為大家提供實用的賽馬資訊 希望各位贏多些 謝謝大家